首先如果有一個人很憂傷找我們 剛才有一個問題就是有一個人找我們想幫助 我們聆聽他多少 而有些人只是想有人談 他不是想解決的 那我們其實去到什麼位呢 我會回應第一 原則我們不是做永遠的聆聽者 他每天都是找我們去聆聽 這個不是我們的呼召 為什麼呢 神是想醫好他 他想找人聆這只是一種方式 他只是有個信念 我聆就舒服一點 他以為我永久聆就是一個解決方法 但是什麼時候呢 我就按照這個人的需要 譬如他很憂傷 我們當然首先是安慰他 有些過度憂傷我都不跟他談著 我先祈禱先 我說我聽到你都很不開心 不如我們去祈禱等神的安慰來到 這件事是我經歷聖年之後才有 因為以前呢 祈禱不會想到會安慰的 但是現在來講祈禱 他整個都鬆了 就說神這麼安慰你 然後再跟他談 那我就會說 通常來說就是聽他 讓他感受我們真是關心他 我真是看重他 他是寶貴他重要的 然後我們就 我們表達了這個關心 這個是因人而異的 有多少去聆聽 但是到了一點 我們都問他問題 就是等他醒悟 就不一定說 立刻去引導他改變 就問他問題 你在這個狀況你覺得辛苦不辛苦 因為他想的嘛 他是辛苦嘛 那你想不想脫離這個狀況呢 因為他想 那他就是想找解決方法 那如果他是不想 他就是說我只是想聖的 那我們就可以說 那你想不想開心 那你想的時候 那就是聖 不會真的開心 都我們需要傳遞這個訊息 但是傳遞訊息的時候 不是用一個強硬的方法 而是給他知道 你聖 始終你越聖 你越注目在那些問題 你可以鬆一會兒 但是你轉到那些問題 你回去又想過 你又再來過 所以都是可以有方法解決 有些人真的開心 那你想開心 就是給他看 是可以開心的 那如果他是堅持過 不是的 我不要這些 我只要談 那我們都可以 柔和地去坦白告訴他 如果有人聽你說 你只是聖 都不會真的幫到你 都不會真的幫到你 都不會真的幫到你開心 那你是不是想開心 開心 開心才是最重要 是不是這樣 而有些人 他真的生命質素 是不想改變的 譬如 我也知道走神的路最好 但是不是 個個肯走神的路 不是的 那有些人他只是想 來到舒服點 那麼他那個目的是這樣的時候 他就會被你鎖住 因為他有一個信念 就是我只是走些少 我不會跟著神的 那麼他的結局就是他自己受苦 那麼這個是 我們沒有責任永久 只是靈聽 我們都會引導他 但是他沒有耐性的時候 我們都沒有責任一定要吸引他 繼續願意找我 我希望他可以找我 但是他就是說 我只是想商量 我不想你幫我的 我只是想商量 那我就 我都會說 那你想真的得到釋放 如果你這樣的時候 你未必得釋放 那麼他知道這件事的時候 他如果願意去處理 那麼他就有機會改 但是他都不願意的時候 我又不用覺得壓力 因為我知道他是這樣的人 我又永久不能夠 永久聽他說話 那麼這個 所以我們覺得 都不需要內疚 但是我們會盡力幫他 我通常都會和他聊 那麼他有時候又走過來找我 那麼我又再 我都交回個波給他的 我總是 就是我不會和他 永遠都是和他 不只是輔導 那我就會說 那個人一直這樣下去的時候 我不是用律法去警告他 我反而說 你想開心回送法 就是說 我們是會給他聽 你可以做回開心人 給他看一個圖畫 你可以很開心做人 以後 你可以有盼望 你可以有很多真的朋友 你想不想有 這個更加吸引過 就說 你將來很慘 你沒有朋友 這樣就 他聽到你不太舒服 不過有些人去到某個位 他都不肯改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說 你會越來越困難 不過你不用形容得很慘 我們用恩典去引導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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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